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大家好 我是有機小妹 今天我們不聊遊戲 我們要聊聊最近超夯的 AI人工智慧 你們這期有沒有一直被 chatG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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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tGPT洗版呢 到處都是chatGPT的話題 chatGPT它可以做超級多的事情 像是寫論文啊 寫功課啊 然後你的英文如果看不懂 它也可以幫你翻譯 或者是你要煮東西 不知道要怎麼煮 它也可以幫你找食物 你無聊的時候 它還可以陪你聊天 是不是 超級厲害的呢 但是 但是 它不會漆油漆 所以我就不會被取代了 我們這次就來聊聊 跟我們比較相關的 Room GPT Room GPT呢 如果你在裝修 或者是你想要改造你的房間 沒有靈感的時候呢 就可以用它來輔助你 它可以幫你創造出 各種風格的可能性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Room GPT 怎麼用吧 請搜尋 Room GPT Room GPT 點下去 就長這個樣子 Generating Dream Rooms Using AI for everyone For everyone哦 可以看到這邊 它這個就是你可以上傳原本 你房間那個空間的照片 然後它就會創造出一個不一樣的空間給你看 全世界的人都很愛用 那我們現在就按進去裡面 開始創造你的夢想空間 那這邊可以選擇 一樣什麼風格 總共有123455種風格可以選擇 那第一個是摩登 然後第二個是極簡風 第三個是比較專業可能像辦公室那種感覺 然後第四個是熱帶 然後第五個是復古風格 那選完這個風格之後呢 就可以開始選擇你的房間是什麼樣子的種類 像是Living Room Dining Room Office 或者是Bedroom Bathroom 還有Gaming Room 然後就可以按這個 Upload 就可以上傳你的照片 它就可以生出來哦 那我們現在來選擇一個風格 我們來選一個你想要什麼風格呢 極簡 極簡風格的遊戲式嗎 對 好 選完之後呢我們就可以開始上傳照片 這個 這個是剛剛拍的攝影棚的照片 然後就等它上傳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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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sts Haye 看到了嗎 就是我們剛剛拍的聖魔的照片 然後…整它一下下 出現了 有看到了嗎 這就是你想要的遊戲式風格 它會把你的牆壁啊 天花板啊地板啦 那些擺設 通通變成另外一個風格的樣子 像我們的桌子變得看起來很電競風 我們的牆壁 這是什麼 這是畫嗎 好像是那種一種戰爭過後的那種國度的那種感覺 但這風格對我來說好像有點太過強烈 我們剛剛是選極簡風吧 好 可能是因為它是遊戲師的關係 創造完之後呢 如果你想要看它有什麼風格 你就可以再創造一個Generate New Room 這個 給它按下去 然後你也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按下載不能按 可以了 它字跑比較慢 然後按下載 就可以進去囉 或者是可以按這個 你也可以做一個比較 看它到底動了什麼東西 好 我們來創造一個新的房間 這次要選什麼風格呢 拿一個Tropical好了 然後這個空間 我們的攝影棚這個空間應該比較屬於 客廳 客廳 對 應該比較屬於客廳 那我們就是來選擇一個Bathroom好了 如果選擇不同空間的話 它的創造出來的那個可能會有一點落差 我們來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情好了 有沒有 實驗的精神 叮咚叮咚 然後呢 After one hour 終於我們的結果跑出來了 這是歷經千辛萬苦才跑出來的 它可能我們的GPT有一點累累了啦 最近可能也是很操勞 來 我們看一下 我們剛剛選擇的是 是Bathroom吧 對 我們從Living Room變成Bathroom 但是我現在眼睛裡面沒有看到任何有關 馬桶啊 浴缸啊 或者是攜送台的東西 我們剛剛選熱帶風景 所以我們的牆壁就是 可以看到有很多葉子 樹葉 然後一格一格的這個呢 看起來好像變成了嘴泥磚 然後上面有點長青苔 應該是 如果用不同的空間 然後你要把它變成一樣的東西的話 好像真的是有點困難 它沒有辦法創造出一個很合理的環境 像這個浴室就沒有 該以為的東西都沒有 沒有水龍頭 沒有馬桶 沒有浴缸 沒有洗澡的地方 這還叫浴室嗎 看來room GPT還是有一點點 來看一下塞擺賽 哪一個地方是什麼呢 牆壁 沙發 其實大部分都還是蠻像的 沒有做什麼太大的改變 我們來看一下 再看一下 不同的房間 跟風格 真的是選一個professional 然後professional的 Living Room 好了 好泡泡 向前泡 各位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畫面 我們要在24小時後才可以再繼續用了 因為它是免費的 一天只能穿三次 它其實一開始這邊 一開始這裡就有寫了啦 就是一天只能穿三次 因為它的流量太過多了 所以它沒有辦法負荷 所以如果超過三次的話 你就要在隔天才可以使用了 好吧 但是我們會後製 各種不同的風格上去 還是可以給大家看的 只是我們現在目前操作 就只能到這邊了 我覺得我用完Rub GVT的感想是 它可以讓我看到更多不同的風格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要跟那種比較專業的設計師比的話 還是有一點落差的 就它設計出來的東西比較沒有溫度 不能照著你真的想要的想法 去客製畫出來 但如果你只是想要看一下你的房間 可以變成什麼樣子的話 簡單使用無腦操作還是沒有問題的喔 如果你真的想要很專業的設計的話 建議大家 還是花一點專業的錢錢 去找專業的設計師 才可以得到你們想要的東西喔 事實證明了 人力還是有不可取代的地方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不可取代的油漆小妹 記得要按讚訂閱加分享 和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掰掰 我們跟GPG聊一下 訂閱加分享 訂閱加分享 按讚 按讚 笑 東 通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